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每周日晚上 时代漫谈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苏时营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节目 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主角嘉宾 第一位是来自台湾 中国人权关怀联盟董事长 杨献宏老师 杨老师 时音好 大家好 时音好 各位同伴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 李友谭教授 李教授 大家好 今天穿得很少年 第三位是来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的 冯崇毅教授 各位同仁大家好 第四位是来自台湾 泰钢大学中央大学的 曾建仁教授 来建仁 苏大姐跟各位来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五位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也是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 张小康老师 来 小康 苏大姐好 各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国际跟亚汉的一些问题 这个礼拜整个国际政局出现了几个新的变化 国际关系也有了这个比较微妙的一些整合 首先是国际刑事法庭对俄罗斯的普京 发布了这个逮捕令 指控他犯下了战争罪 但是中国的这个习近平 明天就要去到訪俄罗斯 还声称他是要去调解俄乌两国 要促进他们的和谈 等一下再听各位分析 那几天前呢 美国 英国 澳洲三国家 也发布了三边的安全协议 加强印太地区的这个合作 这个对抗中国的态势是相当明显 日本跟韩国其实是对峙了几十年 最近呢居然也这个参守合作了 也有人就解读他们也是为了要防止这个中共 那但是呢 中国在外交上呢 他也走了新的进展 比如说他在他调停之下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两个四头国家 居然达成了和解 然后呢 同时呢 他挖这个中华民国的墙角啊 把中华民国少数有邦之一的洪卜拉斯 就在他的怂恿之下呢 跟台湾断交 那面对这么做工复杂 还有感觉都变了这个国际这个政局 不知道各位嘉宾怎么样解读 等一下帮我们分析 那在两岸关系方面呢 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最近似乎又有新的进展 有一批学者 连署就提出反战声明 提倡了两岸要和平 不要战胜 听起来好像很乐 他们主张呢 台湾跟这个美国 台湾应该跟美国跟中国 两个大国要等拒外交 不能够偏美国 然后他说不要让台湾 被美国推向战争的边缘 他们都是不欢迎美国 台湾的军售啦 或者是美国高阶人士来访问 简单说就是在高唱以美论 这些人呢 他是以反战为借口 实际上他们的论调 就跟中共一模一样 就是跟中共简直是理应外合 那加上有一些亲共的立法委员 像前几天高金树梅这个委员 他就公然拿着中共的资料 然后再执行 执行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 也是高唱以美论 就在配合中共的策略 他们的目标呢 中共的目标我们也知道 他就是要分化美台的关系嘛 最好造成美国 像以前所谓的弃台 放弃台湾弃台论 美国只要放弃台湾 中共就更打台湾 吃下台湾就更轻松容易了 那台湾当然也有很多学者 是很清醒的 他们指出啊 这种反战的声明 根本就是投降论 也有人就提出连署 要连署这个反侵略声明 要来反制 他强调就说 我们是抗敌倒台 人格特质是怎么样 专制集权到什么地步 他们还以为中国还是强国 我的很多的群组 低层的民众 低层的台湾人 还在那边发 那些宣传的 中共的大外宣 强调 他这个脱贫啊 然后他建设多进步啊 科技多发展 台湾的执政当局呢 也太没有处理 这种国安议题的经验了 总是把国安议题当成 把意识形态 好像这个以前 本省外省人的这种 台湾人外省人 这种意识形态的议题来处理 那太过迁就 所谓的什么言论自由 都太夸张了 都避免要介入这个分身 所以使得这个反共的政策 显得非常的弱 很多的大多数的媒体呢 我是媒体出身 我很清楚 媒体总是想维持中立的形象 碰到这个国安议题 也把它当成这个 这个意识形态来处理 那碰到有争议 特大无事大盘啊 这其实是一种中立 你就变成只听到 这个亲共的言论 大大弱化了很多 这个维持正义 还有反共的这种声音 所以打开网络 整个铺天盖地 都是反战啊 和谈的这个声音 那台湾的国防单位呢 反应这一次 最近的反应也实在是太弱 简直啊 他很少提供 提出这个很坚定的反共信念 所以我们也看到 那个军心涣散 给中共制造很多可乘之机 像军队呢 已经多年都没有 这个政治作战训练了 政策训练了 以前台湾是有的 那也都没有在做思想教育啊 面对中共的认知作战 很容易就打败了 军队整天在那边搜头 因小红书跟快手 这些讯息 能够不患散吗 像上个礼拜这个金门的上兵 逃往厦门 上兵已经表示他不愿意回台湾了 根本就是逃兵嘛 那但是台湾在一周以后 一个礼拜之后 还进行通缉 国民党的立委 有一个叫陈玉珍的 还在媒体不断的放话 说要带逃兵这个他的爸爸 要前往厦门去探视 好像两岸他走厦门 厦门是台湾一样 两岸是一家人 那一点敌我意识都没有 军人 所以有媒体就形容 这个陈玉珍就像是 中国福建军区 在台湾的代理人一样 暴露出台湾军人 好像并没有把中共当敌人一样 那而且这个前国防部长 这个冯四宽 他就指出 这就是中共的统战 军方受伤很重的 那而且这个不久前 日本的媒体有报道 就称台湾有高达九成的退役军官 他在退役之后 他会前往中国 出卖这些军中的情报 台湾的国防部长呢 就忙着要求日本道歉 日本这样子动摇我们军心 什么什么的 但是都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检讨跟反省 我们看到的只是立法院这些军队的代表 那几个立委 那真的是跟中共一场一合 所以没有看到有偏强的反击 马上就出来了 台湾就有退役军人了 他这个群组里面 大事在群组里面号召 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 黄埔电校 99周年的活动 有500名退役军人都接到了邀请 这民进党的这个国防单位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那在军界这么公然 喇喇喇喇的进行这种通敌的这种活动 那你要说他是军纪松弛军心幻散 我觉得真的不为过啦 也我都会相信说真的我们看着很多 这个退役军人就是跟中共唱课 真的日本媒体报道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面对中共这些排山倒海来的这种认识作战 台湾是不是也只能这样子不断开打 尤其在军界 有没有任何可以努力的反制呢 等一下请我们这个几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些疫情 我们先请杨宪宣宏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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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没有路可以走 这个逼到没有路可以走 他明明知道他去看普丁会出事 可是他没有办法不去 因为他更不能去衡量说 如果他不去看普丁了以后 普丁会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他其实是已经是在很无奈状况下去了 他知道去了以后 回来讲什么他要去调停 这个东西都是鬼话连篇 这没有人会相信的 那至于我认为普丁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些内容 美国很快就会知道 美国的情报系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一定是紧定的他 那就我们就看着普丁怎么样拖着 他这个两个是什么 这个恶徒双兄弟 什么时候都绑在一起 哪一天看到习近平也被通气 也被这个我想是可以期待的 那这个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其实两会开完了以后 我看他是惶惶不可终认 他其实状况非常糟 因为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等于是已经毁掉了 没有了 那没有美国的关系以后 都达不到的 我那天访问了沈栋 沈栋我就问他说那个5% 他说那个5%绝对都达不到 他说那个到4月中就马上知道 他很注意 他自己做生意 很注意中国内部的情况 他认为能够到3就已经通效 甚至于比3低了 所以这个状况 如果已经掉到这样的程度 中国经济撑不下去 习近平的政权就没有办法维系 所以其实中国要乱 其实很多人讲说中国一定会乱 其实有根据的 那这个根据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他乱了以后 他是不是会铤而走险 然后就冒险 想要把内部压力外部化 那就不一定对台湾了 可能在其他地方 他会动手 制造战端 制造战端 然后想要用民族主义 用民族主义 那所以日本为什么现在 开始飞机起降 非常平缓 然后他的潜水艇 在台海这个海域 为什么出没 都是已经认为说 这个习近平什么时候要 清起战端 清起战端来消解他在国内的情况 那当然了 那个对中共来说 台湾是一块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说 我认为他不是要用 以目前的情况 他不是要用战争来威胁台湾 他开始就是你现在 你今天介绍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开始搞灰色地带 叫grade zone 这个叫grade zone的一个 一个一个conflict 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 那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呢 他就都是搞这个 看起来好像不太严重 可是也很严重 他就可以不停的激发 然后什么黄埔军校 都来这种小的 这种黄的 借在中间色彩的 然后他的目的 你看嘛 听说他现在开放那个茅台酒宴 在这个钓鱼台宾馆 开放马来台酒院招待台湾 现在想要去北京吃饭的人 买张机票去 大部分都有茅台酒可以喝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他就是因为他跟美国之间 弄不好了以后 转头过来跟台湾展开笑领公式 他想要告诉全世界说 我没有要打台湾了 我没有要打台湾 我对台湾很好 那当然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 我愿意在这里讲 其实我很久以前 就听说过中共国台办 有一个说法 说说台湾啊 你的台独要好好搞 你这个台独不好好搞 我们国台办没饭吃 我们国台办这个行情就不好 你要搞台独我才有行情 所以国台办其实很喜欢台独 因为台独是他吃饭的家伙 今天你看看如果台湾不搞台独 那还有国台办的需要吗 没有啦 那个香港有港台办吗 没有啊 香港不需要 香港本来就是对一国两制 就是在他的框架内啊 在做这些事情 他可还进一步把一国两制就把他就把他毁了 这就是中共 那台湾因为非常主张台独 现在连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都算台独了 那就是这种情况底下 他一定在这个状况底下 他可以拿到足够的经费 王沪宁也好啦 或是这个国台办里头的这些人也好 他每天都靠台独在吃穿 你吃钱都靠台独呢 所以我常常对方如果有人该跟我对话 我就说你们对台独好一点 你们根本就是靠台独在吃穿的 你领薪水是因为台独才有薪水领 那你怎么可以把台独消灭掉呢 我觉得现在他们就你看 现在回头过来说 我听说他们现在对国民党比较没兴趣 他们对民进党比较兴趣 因为这才是真正在什么统战台独嘛 统战台独 所以呢未来如果民进党或是绿营的人呢 这个话最近不是也有什么 以前是台联的人就被吸收了 他就是会吸收这些人嘛 他的招呼就是招呼这些人 然后这个可以立功嘛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所看到的就是今天 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情况 你当然啊 这个石英刚刚骂民进党 我觉得是很对的 骂人对的 民党简直是好像开门异道一样 就是让他们这样子来来去去 都没理啊 不过石英这个民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其实也在看引蛇出动 看哪一些人 你不让他们有机会去表现 你怎么知道哪一些人真正在跟中共眉来眼去 那现在在大好机会啊 中共正在大量的要做台湾关系 那先把那些人看引蛇吃动以后也拆一网打尽嘛 所以这个时期我也不赞成民进党这时候就拿出棍子来 那就看嘛 我们来看谁去搞这些嘛 那搞到什么程度 收正嘛 我们的情报单位 不管是那个国防部或是国家安全局 应该就是权力了 还有美国啊 美国都一直在帮忙 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情报 大部分都还是美国提醒的 美国一直在提醒台湾说 你那些人有问题 那日本为什么会写这种报道 日本根据的是美国情报啊 是美国人告诉日本人说 要小心了台湾这些人 一大堆人都跑到中国去卖情报 所以呢 因为日本很希望跟台湾在这个军事上 或是同盟 或是说联合作战 第一个要件就是你台湾必须清除掉这些害群之马 或者我跟你合作了半天 你跑去卖给那个中共 那不是很惨吗 那你也知道嘛 中共就是现在就是用三种东西啊 在在买嘛 全世界买了 不只台湾了 第一个钱 第二个女人 还是美人计 还都一直在 从这个蒋介石 失败 来一直到今天 就是黄金钱美人 那个漂亮的女生 很多的这个中共间谍 很漂亮 这个全世界到处做这种间谍关系 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听说用器官 那现在中共内部很多高官都是 如果他为了自己的活命就杀了年轻人 那就拿走器官 这个事情 这个最近你不是注意到2月28号那一天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 stopped 它叫做stop organ harvesting act 就是有关停止 抢迫forced harvest organ 就是停止这个 这个抢 这个这个活摘器官 法案 那为什么会通过这种法案 就是美国已经发现 中共除了用钱 用女人以外 用器官 那所以我也怀疑这个什么中东 什么伊朗 哪里 这些人 为什么会要和谈 中共提供器官 那要你们和谈 不和谈 器官不给你 结束 是吧 因为这些中东的这些国家 钱跟女人是不需要的 他平常就多的不得了 很有钱 女人 现在已经取那么多了 怎么会 只会你用女人有效 可是用器官有效 因为这些王储 或是这些王公贵奏 生活非常迷烂 所以他们的肝也好 肺也好 或心也好 都不好 所以他们需要换器官 那谁可以提供 中共可以提供 所以中共你说 哇现在怎么这么厉害 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和谈的 他有办法和谈 如果他们的命都控制在 中共的手上 他叫你和谈就和谈 你演一下也好 中共都是演的 那也不是真的和谈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要非常清楚 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 这个手段是什么 那台湾当然在目前底下 老实说 台湾人还是比较善良 那些手段我们都想不出来 所以呢 那个石英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告诉非常多人 就说那个手段邪恶到什么程度 你无法想象 所以呢 如果你完全不认知到中共 是用这种方法 然后打算用各种毒计 各种收买各种东西 搞到最后 你看嘛 的确嘛 有一群人不是来讲 打着反战 实时是要去投降的嘛 这种人就是来蛊惑 然后来麻醉 然后来迷惑 整个台湾的民众 让台湾的民众 莫名其妙的害怕 这样 然后他就可以 不战而驱台湾之兵嘛 他在想的是这个嘛 不过我想台湾的军方 跟美国军方 跟日本军方 也不是省油灯 都知道你在玩什么 那现在习近平也老实说了 我挑战他一件事 我认为他没有能力 出兵打台湾 因为出兵打台湾 你就要把武器跟弹药 所有东西去准备这些军备嘛 你又不是你习近平 自己一个人来带兵 你就是几大军区 又要去带兵 那你怎么知道 你的几大军区那些人 拿到枪杆子了以后 枪口不是对着你习近平呢 习近平完全没有这个怀疑吗 我认为他有 不然的话两会里头 他不会通过那些 看起来是军阀 重演 也就是说他开始在怀疑他的军队 可能对他不忠嘛 然后他还把什么 这个公安 国安 结合起来 组成这个现代东厂 锦衣卫 然后搞锦衣卫 搞玄境师 然后打算手上持血滴子 对付谁啊 当然他怕兵变嘛 所以对他来说 他要整备军队 然后非军跟人家打仗 不管跟日本打仗 跟美国打仗 或是跟东南亚诸国打仗 或是打算打台湾 他怎么知道那些军队 不是到时候这个拿到的 这个枪杆子以后 枪杆对他呢 他怎么知道不是呢 因为他现在的情况 他作为都已经到了 老实说是天路人院了 我们都听到 整个中国内部对习近平是敢怒 也不见得不敢言 很多人其实是讲出口的 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可是中国会乱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责任也很大 我们在乱的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如何让这个动乱 能够被控制 这个台湾未来责任 所以台湾除了 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除了对于中共武力换台 必须有所防范之外 还有一个是他动乱的时候 一出来的动乱 本身必须有所控制 那你所需要的力度跟责任 不亚于中共武力换台 我们必须有的能力 所以面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时代 台湾人的责任 那当然是我们站在全世界全球最前线 我们必须做这些事情 讲白一点要忍入负重 那我希望民进党在这一部分 要有聪明的做法 目前的确看起来好像 我宁愿讲说他现在正在引蛇出洞 好谢谢县宏 我们也希望台湾呢 台湾人能够认知到说 中共他即使不敢打 是因为他没实力 并不是一天到晚有一大堆 这个基层的台湾人告诉我说 那个习近平就说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说你去相信他的谎言就完蛋了 他中国人年轻人器官都拿走了 哪有不打中国人 不但打中国人还抓走 去把你的儿子的器官拿走 我就是还有一些同学都还相信这样 我们请李友谭李教授来 帮我们解析一下 好那我就从台湾有学者 带头反战联署 这个角度来提出我的看法 刚好呢 郭立新跟冯建山 都是我在政大认识的好朋友 冯建山是跟我研究所做的差不多同时 那么他一辈子也不担任行政工作 所以他是属于比较 所谓的这种 那个 先人也好那种 不大喜欢管行政这种事情 那国立新呢 退休前呢 刚接任传播学院院长 而且在学校里面的校务会议上 学校的校务工作上 他也都走得比较开明 比较自由派 这一边 所以这一次他们出来带头反战 我不觉得我也不会去把他贴说 他们是因为 统派或者说是故意配合中共 但是我宁可把他 以我对他们了解 我对他形容叫做哪意 就太天真 那么这种太天真呢 就我自己是学者的角度我来看 学者有些人 他大学呢 就是没有从这社团 甚至也没有交女朋友 就整天都在书房里面读书 就像那样一话 类似 马英九可能以前的差不多 他可能出国以后才 才参与这种政治 比如担任失败之类的 但是 这个 冯建山我对他了解是这样 他们都读书的 都使读书情的 我自己反而是大学研究所 还有毕业以后 都在从事跟学生活动在一起 后来担任政大科学活动组的主任 在那时候我还见证到 当时这种政治如何 侵犯到校园里面来 那我配合校长 阻挡了一个当时某一个政党 某一个团体的阴谋 那时候他们跨过校长 直接学务长跟院长 还有训导长 当时的学务长 院长 他们都 还有主任秘书 他们都直接合起来 决定这样办的 刚好我在扣了主任 掌握住这个讯息 直接跟校长报告 所以我当时呢 我虽然没有到外面从政 但是我在校园里面 我一直都参与这种 学生活动 学生事务工作 甚至于担任科学组长 在那边负责第一线 做这些事情 甚至于我见证了台湾 从民主转型 从威权到民主转型 到后来民主国家的过程 然后我自己又研究民主 以民主化的理论 观察的实际运作 后来还参与海外民主运动 包括跑进中国大陆 还有海外民主运动参与 所以呢 我要说的是 很多学者他们非常难易 也就是说他们太天真 谈到这里 我也可以跟大家说 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留学俄国的 两年前 两三年前 应该说去年 去年开始 那个 俄罗斯圈外固克兰的时候 他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我非常伤心 到现在我都还很伤心 他本来说要请我吃饭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很伤心说 你研究 你留学俄国 但是这个基本的立场都守不住 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说 学者 就像 对难易 就像美国有个Chomsky 什么打个语言学家 他就是很标准的 到 难易 在美国骂美国总统是 对 到中国大陆也是骂美国混蛋 但他敢在中国大陆骂 骂习近平混蛋吗 就是这种型的嘛 你看那个Chomsky就是 那一部的那个最典型的例子嘛 所以 赚钱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说明就是说 我们 民主社会要发挥民主社会优点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发挥公民社会跟 第五权的公民社会 跟第四权的媒体的角色 这也是我不断的思考 民主国家现在已经不是只有三权而已 不是只有行政立法司法而已 第四权是媒体 那媒体呢 原来是媒体是 掌握在爆老板手上 或者是媒体的这种 大亨手上 可是呢 有了 新媒体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媒体 就是公民社会又有 可以用自媒体的角度 可以监督 这些 这些地四权 因为地四权 唯有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可是媒体后面的老板 担用怎么办 我们民主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权力集中的腐化 那我们就是媒体互相监督 有时候他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所以公民社会像我们这个媒体 我们这个自媒体 我们就可以发挥功能的监督媒体的角色 就是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反对前面你们两位所批判的民进党可以做得更积极一点 我在一两个月前 我已经想说 面对中共的认知战 民进党能不能像我们面对疫情一样 每个疫情是每个礼拜 每天发布 对不对 你面对中共的认知战 能不能每个礼拜发布一次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行政院发言人就是 那个政务委员 他政务委员要兼 行政院发言人 政治可以发育这种角色 他这里可以整合 各部会的发言人 然后由他来统一发布 必要的时候 让各部会的再去发布 那所以 我认为民主国家 不是要回到新闻局的角色 为什么新闻局才变 就是那个新闻局是扮演的角色 是危险时代的角色 现在你如果再有新闻局 人家会觉得你从民主国家这样操作 所以呢 但是你政府本身就是 就是你要公开说明你的立场 然后依法办事 那么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特别强调到 我们如何发挥公民社会的角色 这是民主时代 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的 所以因为我们监督政府 希望政府做更多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民主时代的主人 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发挥蝴蝶效应 每一个人像蝴蝶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发挥蝴蝶效应 那我们来参加这样一个自媒体的这种讨论 我们就要发挥这个角色 我们就可以扮演 对待对付中共任主战的这个角色 谈到这一点我也跟大家说 我实体下有跟曹董讨论 他也是说他一定站在民间的角色 他就不愿意跟政府有挂钩 所以他虽然当时他有去助选 帮民党的获选讲话 但他立场是他不是正式的助选 他是在那立场 他觉得他还是民间的角色 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是需要的 就像现在曹董在台湾的发挥角色 不输给政府的发言人 不输给政府的以前的新政讯文局的角色 那我觉得我们在民主时代 应该是发挥这种角度 来对付中共集权专制 因为中共集权专制 全部都在等待上面的命令 全部都在等待上面的一条边 他们有他们的软热 他们的致命伤 那我们要发挥多元的社会力量 多元的社会反而是一个团结力量 来对付他们 这是我提出的小小的一点意见 谢谢 好谢谢这个李教授 我也想到 其实这个台湾在这方面呢 你看连如果连这些教授 都这么难易服的话 真的是蛮可悲的 可见台湾的这种资讯 资讯看起来是很自由没有错 但是他认知这个误判的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在威权时代没有错 台湾有所谓的做这种文学 甚至于那个时代呢 大陆问题研究的这些学者 很受重视 可是两岸自从交流了以后 谁听大陆问题学者的这些分析 都不听了 我就直接反正 北京一天到晚有学者来啊 一天到晚什么上来 什么听他们学者来 大家都不去听这个 这个问题这些学者 慢慢就好像没什么影响力了 大家也不听他们不受重视 现在我觉得时候到了 我们也看到一些大陆问题 像这个李教授 这个也是很典型 这种做大陆问题的研究 我们现在发现 但是实在确实有一个时间的落差 现在才要他们开始受到重视 才把一些真相 要不然的话 你想说那些学者 为什么会那么难以 因为他不认识中共嘛 他不了解中共有多邪恶 他都不知道 像我还有在接触这个国际新闻 接触这个中国的这些反动的朋友 我当然消息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甚至于很典型的这个民进党 绿营的这些朋友 他是很排斥的 他说那跟我没关系 那跟台湾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所以你不了解中共的话 你会造成很多的误判 那我们就请这个冯教授 我相信他在这方面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来请作为帮我们分析一下 谢谢 我很理解苏大姐的焦虑 这个事情就是 今天你是一下子有三个焦点 都比较复杂 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 很爽快的一个答案出来 先从这个普金和习近平的领盟 我们有时候叫普锡金 还有个这个北朝鲜的金金金 其实很多现在给 中国给俄国的很多摄影知识 是通过金正人的手来做的 这里头就是 其实要回到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就是要理解这个独裁者 他们的政治逻辑和传逆逻辑 就是他现在传这界 都是美国也好 西方都好 是出很大力气 想阻止他们 就是中国公开结盟 来加大对乌克兰的省略 加长这个战争 加深乌克兰民众的这个苦难 他们就尽很大努力 但是他们这个努力 其实有一个一定的心智作用 但是不能完全阻止 习近平要跟普金结盟 不管是公开结盟 还是暗地结盟 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旋律逻辑和政治逻辑 这里头 因为他们 刚才杨兄讲过 他们是狼狈为金 是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他习近平会非常明确在内心里头 这个是存亡实寒 他本身知道 俄罗斯普京一岛 那么他会独自的承担民主世界 对他的压力 所以他要去想找一个 想尽办法 绞尽脑极 再避免西方对他 精神灭顶之灾 那样的打击的情况底下 去支撑 普京的俄罗斯政权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普京已经被宣布为战犯 神尼 他还是要去见普京 这里头因为他的这个利益的驱动 这个驱动在里头 这里头有一个政治分析 要讲他们的统治者 独栽统治者的传立逻辑在这边 然后讲到台湾 台湾你讲现在有很多不是那么愉快的事 就是现在中共现在明目张胆的 要要要吞并台湾 就是他的大目标放在那地方 不管是他这个战争的方式 还是和平方式 他的目标是要吞并台湾 那么吞并台湾 除了他在全民备战 现在中国已经做过能力动员 做好准备随时随时动手 同时他在台湾就传逼的 这个这个就是讲这个信息战 就是资讯战 就是要分化台湾的政府 分化台湾的社会 这个也是传立以赴的 这个这种东西呢 就是他对就是这个专制政权 对民主社会 有时候他有一个优势 我们记得如果回顾历史 那年当时对苏联那么孤立时候 他对整个民主社会 他安抚他的波瑞克的同僚 他讲我们不用担心 一个是他们对对方阵营 有很多有用的白痴 就刚才讲的那个naive 有用的白痴 就是useful idiot 就是他们好像读很多书 很快眼睛记点 但是一个缺乏基本的尝试 也基本对对付这个邪恶敌人的 那个那个基本的判断力 不管是邪腐武车 好像是很多 但是是游用的白痴 就是有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继续拉上来 学界政界有很多 另外一个呢 他应该讲另外一句话 就是你不用担心 他当时搞那个新经济政策时候 他说这个资本家 属于他的资本的逐利本性 属于他的贪婪 他会把勒死他们的 这个绳子卖给我们的 也就是他们对于当时 你和苏林后来这个技术 跟现在中国一样啊 他的先进技术域 他没有自由世界 没有自由社会 他无法有这个发明创造 但是他可以去买 可以去偷 那么这个 他就跟这个 去分化对方阵营 这个台湾目前这种压力 这种风险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苏大姐 就是这个媒体 这个公民社会 有很大的责任 来去教育 政界 教育商界 来教育这个 一些 不是太关心 政治的这些民众 让他们真正认知 共产党这个本质 而且是 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 无一支 是已经有很多的实力过来了 就是这个 都连他就这样生存过来的 那共产党跟国民党 就已经有两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是有多大的亏 就是就是再去上贼旋 你如果说一个人掉个空以后 掉两次 已经是不会原谅的 这第三次还要往合红里面跳 这里头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是非常和悲 就是国民党现在去上中共的这个贼权来去来去 零和投降 这个是相当相当和悲的事情 但是现在第三点就讲到习近平刚才刚才这个 杨兄也讲过 一个是他野心很大 野心非常大 就跟斯特连 希特勒也好 想把整个世界都吞下来 但是他实在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就是这个世界上 现在台湾人一个 恐战心理很糟糕 认为中共很强大 他一打过来我们顶不住 他要有能力他早就打了 就他是 经常做一个现实 第一 低估他的野心 高估他的能力 这是很糟糕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要吞遍台湾这个野心 对政治上的 这种危机 另外交困 现在你讲房地产危机 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这个压力非常大的 随时都会倒塌 所以他不是像外层中干 要知道 他是装的张牙舞爪 好像是一下子不合一视 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只要国际社会临手起来 有共同的抗敌意志 他是咬不动台湾的 就是这个要有这样的必胜的信心 就是但是当然说 机体操作上 哪怕是美国 你现在 我讲美国有这个台湾人去怀疑 美国也有美国的难题 就刚才讲有这东西 能捅破那层双图子 就不能从这个战略模糊 设定的战略信息 如果战略信息很简单 那就跟台湾进交 对不对 那就把台湾变成韩国 变成韩国这个地位以后 你派军 成立这个零和指挥部 把这个军事援助 回大百家下去 那么现在就是还是 没法捅破那个军 或者还是用别的方式 要绕很多弯 就是现在 现在很多事情是如果战争破在眉睫 其实现在美国那边也还有 就是以后你看这个局势 就是无法很爽快 就是他现在是 我讲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是一个缠斗的状态 他不是一个豪线战 一个两军对垒 你是我活 一个就是很多 有时候就蛮憋气的一个豪线战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缠斗 所以有时候是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谢谢 好谢谢冯教授 来我们请那个曾建仁 曾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分享一下 就关于这个冯建仁 郭立新教授他们了 提出来的这个反战的声明 那的确 他们 我不认为 因为我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认识 就像李友谭老师所谈的 他们是一个 他们当然也是非常关心社会 关心台湾的学者 那他们也自诩为进步的左派 那只是呢 这个也许 他们急功好义 之余呢 对于一些 这个重要的一些价值的问题 还有现实的问题呢 他还有十个判断上的盲点 那所以我还是 基本上 我还是肯定了 就是 台湾是一个 永远自由的国家 不同意见的 提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来 来辩论 可以来思考 所以呢 在 冯建仁的 等四人的反战声明 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就是台湾很多 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就出来 那昨天 昨天是这个318学运 野百合学运的33周年 那野百合学运 世代联盟 昨天就发表了一个 这个反 也是反侵略 诉求是反侵略的一个 反侵略 曾和平 的一个声明 当然就是冲着 这个 冯建仙 他们的反战声明来的 那 在这个声明当中 讲得很清楚 反侵略 才能够曾和平 那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有 反侵略的准备 这个准备呢 当然包括 在国防军事防 军事上面的 正当防卫的能力 那所以呢 这个 我们 当然 这个我们不谈什么 过去什么反共大陆啊 什么那套东西 那套东西呢 必须要 有超过这个 正当防卫所需要的 防卫性的 这个武力 要把这个国防 整个预算 这个将进步提升了 变成攻击性的 才有可能 但是呢 这个 两岸的争端 应当以和平而解决 我讲这是一个 文明国家 这个 在联合国宪章的 这个 基础 价值基础之上 处理国际争端的 一种基本的立场 所以 这个台湾早在 其实早在 蒋经国的时候呢 就已经放弃 武力 反共大陆了 所以呢 这个防 台湾的自我防卫的 这个能力的 这个强化了 它 它事实上是 这个台湾 跟台湾的民主的追求呢 它其实是互为标理 因为呢 台湾关系 关系法当中 讲得清楚 这个美国防卫台湾的一个 它的一个前提呢 必须是基于 对于台湾的人权 这个的维护 台湾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民主 人权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时候呢 美国才有这种 道义责任 来 来帮助台湾 来抵御 这个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 那如果台湾呢 就是一个专制的 党国的一个体制 那美国对台湾的这个 协防呢 那事实上 可能就是助纣为虐 或者是一个赤裸裸的 从国际的现实的政治角度出发 那就缺乏了现在的这个 从这个反侵略 从维护台湾的 自由人权 从这个 从这个 国际的正义 或者是从道德的高度 来谈这个问题 那 那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 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 那但是呢 现在的状况并不是那样 所以 我们要认清这一点的话 那么当然 这个 首先 台湾的这个防卫 它就不是 不单单是台湾 跟自己的事情 当然首先是台湾人的事情 但是呢 进一步呢 它反映的是 在当下呢 这个文明跟反文明侵略 跟这个和平之间的一个 这个战争 这个价值的战争 那台湾的台湾海峡就是这个前线 所以呢 来协防台湾呢 事实上是在 事实上是在维护啊 人类的这个文明的价值 连维护啊 联合国所建立的一个国际的秩序 所以 从这边连接到 当然就是 当然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卫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呃 我们也 台湾人有时候那么 coce的 就是 呃 应该 国语怎么怎么讲 就是说 呃 很多台湾人 很多台湾人是因为认识到说 呃 台湾出了战略 它的战略地位呢 除了 呃 有这个 呃 地缘政治 还有这个区域竞技上的 理由之外 呃 另外 当然也跟 呃 这个 全球的 呃 文明秩序 有关 所以呢 很多台湾人都认为说 国际社会 不会放着不管台湾 所以就比较那个 对这个台湾的防卫事情上面呢 有时候就 呃 比较轻忽到自己的责任 那么因此呢 昨天的这个声明呢 也 也谈到了 除了 要反侵略 要 要和平之外 也谈到 台湾啊 的国际责任 台湾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呃 呃 呃 这个声明当中啊 呃 特别从俄乌战争 这边来谈 呃 台湾 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声援 呃 那当然就 后面的 这个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 这个 呃 一旦 这个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台湾对乌克兰的一种 正义 正义之声呢 呃 或者是 呃 对乌克兰的一种支持呢 呃 那么 呃 这样一个例子 呃 那么也有机会啊 来争取啊 未来两岸发战争的时候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啊 因为这个是从一个 呃 被国际驱逐法院啊 波幻问啊 那么现在要要得起诉啊 以这个战争罂啊 战犯来起诉啊 那为什么呢 那显然就是因为它涉及到战争罪 也就是说在 以所谓的特别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就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 而且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许多违反战争法的军事行为 简单讲战争法它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就是战争的对象 武力实施的对象 只限于军事人员 就是军人要跟军人打仗 这是一个在国际战争法当中 它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歧视精神 所以你不能对平民或者对文人 来进行这个无差别的军事行动 那若你涉及到这样的行为 在过去也许 那个古代 那么当时国际战争法的观念是这样 可是到了这个20世纪初 非战公约提出来以后 再加上国际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践 及联合国宪教所揭示的这样一种 人类战争教训之后 所形成了一个对战争法的基本观念 那就是不能对这个平民 和对这个非军事的人员 来进行军事行动 所以俄罗斯 这个普京呢 为什么涉及到战争最弦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俄军呢 在侵略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对于乌克兰的平民百姓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当然也对于乌克兰的政府 无关的人员 那当然也有许多的这个暴行 这个出现 那当然这个是从 普京作为一个刑事罪犯的角度 来追究他的战争责任 但是呢 俄罗斯作为一个侵略国 那他未来呢 也必然要去承担 他的对于乌克兰的 种种战争的一种赔偿的责任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说 国际政治很现实 所以呢 大国可以去操纵 这个国际的这些视听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联合国呢 最近的表决呢 其实除了流氓国家之外呢 这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呢 都在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所以我认为 要把这样一种国际的 这种情况呢 更多的 让台湾人民知道 让台湾人民对于防卫台湾 有信心 也要责任感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 然后呢 这个我们 这种责任感呢 不是说只是将强 这个军备而已 我们的国民 也要一种共体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个战争啊 现在战争是一种 全面性的作战 不是只有武力的对抗 那么 我们每天呢 可能都在跟中共在进行 所谓的政治的作战 所以这也是一种 现代的战争的形态 所以呢 这个台湾人要怎么样去 正确的认识到 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认识到现在中国大陆 发展的这些状况 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想这部分呢 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当然我也非常赞同 主持人所谈到的 就是我们政府的这方面呢 的功能呢 现在是自从 像新闻局啊 这种专业的 新闻的 传播的这个单位 才测掉以后啊 像之后 这个行政院发言人或总统发言人呢 基本上 国家新闻局 它是有一个行政的 编制 在支持 在支撑 他的这个 发言的这些相关幕僚作业 那现在就很显得就很薄弱 那会很容易受到这个 就发言人本事了 对于一些问题的掌握的能力 影响 那会使得这个 发言的内容呢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国内外的这种 说明的能力呢 或者是意义诠释上的能力呢 都有所减 都有所减损 这个 我们不能把 说这个 统战啊 宣传啊 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的 好专长 来作为借口 那么就 让我们台湾的 政府相关的新闻单位 或者 这个宣传部门 他的责任就卸除掉 因为民主国家呢 他 政府的这个言论呢 是要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 所以呢 他 其实更不敢随便说谎 因为 这个国会 会监督 理论会监督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在不说谎的情况之下 那他应该要扮演 也要扮演好 他一种 社会 这个 沟通 这个角色 民主国家 你的政策 得到人民的支持 那政府的这种沟通能力 就要强强 那这就反映在什么 就政府的新闻的部门 他怎么去 好好的跟 这个社会当中来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台湾的 政府部门可能 国会沟通很擅长 跟国会议员 国会办公室 建立很好的交情 可是呢 怎么对大众 对社会 对国际社会来进行沟通 我想这方面 我们有很大的工作要做 所以 这个 苏大姐和前面几位学者 专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台湾的这方面 的确有非常不足的地方 我想应当把那个 台湾擅长的选举的那一套文宣 那一套的这个政治行销 等那些技术 要把它转移到 这个对国际社会 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政治行销 或政治沟通上 我相信台湾有 绝对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呢 并没有用到 这个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 国际的形势之下的 这种需求 所以我觉得 今天提到这方面的反省 的确是有这个 占聋起溃的效果 谢谢 好 谢谢曾教授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台湾是面对的是 中国这种 对称的资讯 中国他一直撒谎 那然后呢 台湾这边呢 没有那种 防备的能力 就是去 去驳斥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老百姓接受了 这些 这个假的讯息了以后 真的以为 中共多强 多好 多那个 所以才会 你看有 居然这些学者 还可以这么天真 实际上就是 真的是误判了 整个局势 他们的资讯 我真的很怀疑 但是执政党 如果不导证 这些错误的资讯 再攻击台湾的 这些 天真的学者 那真的影响到 很多 那个军心的 这个 来我们请这个 小刚 他最清楚了 中共都会撒谎 来请 这个小刚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苏大姐说的很好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一个人 不管是读了多少书 或者做了多高的 所谓的学问 但是如果不看历史 不懂历史的话 这是非常没有用 非常可悲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很多的事情 都在历史不断的重复 这个我们在以前看到的 比如说就先刚才讲的 这个苏大一开始讲的 这个习近平去访问 这个俄罗斯 见普京 其实就是当年 就像这个 当年的这个轴心国 意大利 日本 德国 这个轴心国的 这种结盟一样 现在普京 打这个乌克兰 其实这个 这个剧本 虽然剧本有点的不一样 但是就跟当年的 这个莫索里尼 去打这个 希腊一样 最后打的也 这个灰头土脸 但是现在习近平 要拉住这个 普京 他实际上 还是想作为一个 这种一个轴心的联盟 去对抗整个西方 去对抗美国 也是为了呢 他将来如果 他要动武力 去打台湾的时候 他能够更加的顺利 更加的有这个 有一帮势力 能够帮他 能够给他分担他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 习近平这么做 也说明实际上 他并没有放弃 武力攻打台湾的 这么一个作用 但任何一个人 包括希特勒 当年去 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也希望能够减少 他的在真正去 扩张的时候 他的这种阻力 他也希望那个和平 所以他也跟着 搞什么慕尼黑 去跟那个什么 让那个西方觉得 我们拿到一代的和平 实际上 他最好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在台湾 发生的这种认知作战 其实也是跟 当年中共 跟国民党 在大陆中的大陆 发生的情况 也是一模一样 当时共产党 在继续准备内战 当然可能国民党 也在准备了 但是因为都知道 要要这个 这两个 中间是不可能 但是呢 那时候共产党就在 国民党的统治区 大量的就发动 这种什么 反饥饿 反内战 反什么的 但是你在 共产党统治区有吗 没有的 他是不让 不让有任何的 跟他的这个 说法不一样的 这个资讯 发生出来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苏联 因为这个 对日战争的原因 苏联占了中国的东北 然后苏联在那些军队 红军在东北 烧杀略抢 奸淫无恶不作 这个无数的妇女 被奸淫 无数的人被杀 包括他的一个 共产党的一个高官 是刘苏的 还是这个人员 叫做卢东升 结果也被抢劫的 这些 这个苏联红军 给枪杀了 可是呢 在国民党统治区呢 就为了一个 这个沈同案 结果搞到全国 包括台湾 包括这个都发生 这种抗议 美军的这个什么 怎么怎么样 但是非常偶然的 一个例子 而在这个东北呢 红军发生的 就苏联红军发生的 完全系统性 大规模的 但是有没有人去抗议 苏联红军的事情呢 所以他信息完全是不对称的 那么共产党就 在这个 国民党统治区 发量大量的这种 发生之后 所谓反战啊 反什么的 所以他就 大量削弱了 国民党跟共产党 这个对战这个能力 而且他也有 大量的人在渗透 包括军界里边 包括学 这个学术圈里边 包括学生里边 到时候都是他的人 很多的 比如说 这个 有的人讲 一个人好像 非常反共 他肯定不会是共产党的 其实很多人 他就是共产党人 包括 替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 当时在北京的 那个 反正一个共产党 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官员 他要写一个 骂毛泽东的一个声明 结果也在起草 那个声明的人 就是共产党人 他写的那个声明 要传到 延安 毛泽东亲的修改 说他写的还不够 骂的不够狠 然后光他修改 而且共产党的 渗透到什么程度呢 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 国民党的飞行员 是共产党员 他要驾机 起义 把飞机 送到这共产党那边去 他临走之前 他要轰炸 他要扔个炸弹 到南京的 国民党总统府 结果呢 他的这个炸弹 那个投射的系统 被破坏了 被什么时候破坏了 被另一批共产党人 他们互相之间不知道 就是已经多到这种程度 就是哪个人都有 所以这种 他们这种渗透非常厉害 那么现在台湾发生 也是他们 就是当时那种作为 就是任州作战 这种渗透的这种 这种 一种重复 你就讲的刚才说 很多的国军的官员 这国军官退业以后 然后到大陆去 然后出卖了这些情报 这其实这种现象发生 不光是在 这个现在的台湾 在以前的 这个国民党的那个时代 也很多的这个军人 都被各种方式 要不是他本身是共产党人 要不经过各种方式 被洗脑或者被收买 倒数都是 包括你们在台湾 二二八 这个罪魁之一的这个陈怡 后来也是因为通共 后来被 被处决了嘛 所以他这个通过是非常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而且在现在呢 不光是在台湾 在其他国家一样 在美国 美国好像已经 也是情报上指出了 包括澳洲的 包括这个英国 都有很多飞行员 推移以后去 去教这个中共的这个军人 去怎么跟美国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 这个军事作战 这个形象其实非常严重 你们现在讲了台湾 这个这个郭立新 这个这么一个学者 去发表这个反战声明 其实就在昨天和今天 在悉尼也有反战的这个游行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美英 澳洲的这个防御协议 他们就说是反战 分析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澳洲也好 没有去主动 要跟谁作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俄罗斯攻打了乌克兰 这个在乌克兰的事情上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开始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 俄罗斯的对外的这种扩张 是采取一种 这种这种随应政策 所以在这个 克里米亚的世界上面 在这个 这个乌冬的世界上面 还是没有做任何事情 并不是说俄罗斯去 这乌克兰去主动去打 这个这个 这个俄罗斯 台湾问题上也一样 台湾并不是说 台湾要去主动打 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用武力在威胁 你这么这么说吧 就是在一个山头上 被现在一帮的土匪 在那占商为王 你才调查了一个小村子 土匪天天下来准备 要杀烧略抢去 奸淫妇女 然后你说 我们不跟 我们跟那个警察 和这个土匪之间 我们长得中立 我们不寻求警察的 这个 这个保护 我们也自己不做保护 那么你要失去什么 就是失去自己 这个身家性命啊 如果大陆 不管是以什么手的 拿下台湾 那么你们现在台湾 有的这种自由言论 包括这个 这个郭教授 他能够发表 这种什么反战宣言的自由 是没有的 你在大陆 你发个反战宣言 你试试看 我们在俄罗斯已经看到了 你发反战的这些人 都被抓 被什么 中国大陆 共产党统治 那个比俄罗斯 那个要厉害的多 你一冒个头 就把你给干掉了 你可能不 这个 你可能你心 就这条命就没有了 这个之后 所以这个情况 完全是这个 一种糊涂的认识 完全就是说 可以说这个 我觉得就想天真 都有点是 夸奖他了 这个确实 这个情况 非常严重 我觉得 这些学者也好 首先 你要认清历史是怎么会 要认清真相 很多人 像苏尔姐姐开始讲的 很多人说 中国大陆怎么怎么样 发展 发展得非常发达 你看到发达的后面是什么 有多少人被强拆 有多少这些人 到现在 中国大陆你看到 这个建设都很好 它的背后 有多少人衣不果服 这个食不果服 这个衣物避体的 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就是 我们在这个 国内的一些同学群 公有群 等等这些 谈论 现在就谈论这些东西 很多 多少人 说现在 真的有富有的人 是在中国 这个里边是 百分之零点几的人 绝大多的人 说好多人 这个月收入不到一千的 不到五千的 不到什么的 这都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要看到 中国大陆的 这实质是什么 而且你要想到 如果台湾 没有受到保护 没有这个 防御能力 那么中国大陆 拿掉台湾以后 你失去的是什么 你获得的是什么 你失去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 自由权利 没有选举权利 没有决定 你看到以后的就是选举 都是现在今天 全票当选的 这些人 所以你要对比这个 你才知道 你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 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不容失去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台湾的这些学者们 什么也好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的这个增加性命 是要什么来维护的 不是说你现在要出个头 这个亮个相 然后这个那个 这个一时的 这个好像某些人欣赏 然后你最后把你自己的 这个对你算是 而且台湾现在能够维持 因为我现在最后 看到一个资料吧 台湾的这个人均 人均GPT 已经是说是澳洲第一了 甚至说如果按照台湾的 这个购买率的话 它比澳洲都还要 这个还有高 就是因为澳洲物价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现在 这个东西你要是 你不守护你这个什么的话 那么你将来 就可能跟中国大陆的 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弱势群体 这些被强拆的 被什么的人 是一样的 所以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自由 民主的这个这个珍贵 不要为了这个 一点的小力 或者一些的这种 真正是没有 没有读历史的这种 弧度 葬送了这个自己的这种自由 好 谢谢小刚 真的台湾有一些学者 真的就像火鸟一样 自己活在自己 自己的世界里面 外面什么状况 中共现在什么状况 完全都不知道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请每位嘉宾 做一分钟 一分钟就好了 一分钟的简短的补充 跟这个结论 好我们请这个 宪宏先开始 我补充一下 因为今天有谈到 普丁这个问题 我稍微研究一下 普丁这一次会被通弃 被这个逮捕令的原因 最重要是他对儿童 我觉得那个儿童的问题 太严重 他等于是绑架了 一万五千多个 这个乌克兰的小孩子 到俄罗斯去 那这个罪证确凿 由他下令 然后是他的这个 所以说这整个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 也许其他战争罪 他都可以逃避 这个是完全逃不过 所以罪证确凿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都加在一起 使得普丁今天 我看他已经穷途末论 他这个未来 其实是非常凄惨 我就以上补充 好谢谢宪宏 来那个李又坛教授 来请补充一下 结论 中共统治的本质 就是暴力加上谎言 所以他对内就是维稳 然后呢 镇压 欺骗 而对外 他就是认知战 然后后面就是 军事武力作为后盾 所以这就是他统治的本质 他今天对台湾 就是他暴力加上谎言 统治本质的展现 而暴力加上谎言的背后 就是经济 所以今天自由民族 要让中共倒台 唯一的方式 就是让中共经济 长期停滞下来 所以美国已经打了第一枪 而且致命的一枪 就是晶片法案 自由世界应该更团结起来 就像当时对付苏联一样 苏联当时经济 没有跟自由世界 那么多的交流沟通 不能再让中共的经济 因为他经济已经 因为三年疫情 去年的这种清零 已经落会于全世界 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第一次 经济发展超越中共 这个时候不能让中共的经济 再起始回升 这是重中之重 谢谢 好 谢谢李道秀 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今天去 那个shopping 我现在只要看 Made in China 就不买 好来请这个冯教授 来做结论补充 因为讲到中共这个 认知作战 这是一个沙皇 是他的看家本 这个本领很厉害 但是集体到台湾 这次的认知作战 现在是从认知 从思想 价值观上 还有一个问题 比较纠结的 就是他 现在他其实 只是打着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皇子 来去分化台湾人 台湾社会 用这种方式来 想不占以虚人之兵 那台湾现在 刚才 苏德杰讲到 因为很多人就讲他 要对中美等纪理 这个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个 一个很荒谬的一个 一个局面头去 这是认知上的混乱 就是认知错乱 因为他这个是当中共把这个大中华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广值 去中华 这个两岸一家亲 让很多人迷惑了 就是不知道 在这个 人传制上 人类一体 这样的不知价值 才是 台湾和美国 和国际社会 同时 都抵抗了 对付中共暴政的 这个价值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要有很清晰的认知 是 好 谢谢这个冯教授 非常重要 先澄清了 才有下一步 来 请那个 曾经员曾教授 这个做个结论 补充 好 我想这个 现在期待 期待和平 不论是反清或反战 这个应该是现在 台湾人 共同的心愿 只是我们是要 什么样的和平 那 我想在这个方面呢 联合国啊 有关于和平权力 和平权的 相关这些观念 这些声明呢 我觉得我们 当然要去注意 我也希望说 这个台湾人 要从这个角度 从和平权力 是一个 基本人权 从这个角度呢 来要求 这个国际社会 对台湾来提供支持 也要从这个角度呢 来谴责 中共啊 对台湾 这个 这个侵略 的这个 野心 还有这个 军事骚扰的 总统的这些行径 因为它是扰乱的是 人民和平的生活 所以不见得说 一定要到达这个战争 或战争边缘的状态 那这个 就不是 就不属于这个 违法 妨碍和平的情形 那 所以我想这方面的观念呢 一定要在 有机会再说清楚 和平啊 不是 摇尾起连的和平 和平要 事实上 要靠这个 维护和平的 坚定的决心 跟能力 才有办法 达成 谢谢 是的 非常同意 而且这个真相的 这个 要寻求真正的真相 要自己在 当鸵鸟 都看不见真相 好来 小刚来做最后的 这个补充跟结论 好了 我就补充下 这个疑美论啊 其实我想到 刚才这个疑美论 其实 有没有疑美论呢 其实说不是说是没有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例子 如果山上给土匪占了 然后这个三下的村庄 你有一个说 警察会不会来帮我们 那么你担心 如果警察不来帮你的话 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警察去要武器也好 或者说 自己准备 这个防御也好 你不能说 哎呀 你警察走得远远的 那么 那么三下的土匪 就一定来 消杀掠钱 一定要吃定你的 这个是一样 这样的 我们其实看到 乌克兰情况也是一样 乌克兰前面 就是因为 西方国家没有 很好的帮助他 所以它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甚至在这个 美国已经知道 这个 这个拜登已经说 知道这个乌克兰要打 打他 这个 这个俄罗斯要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还在说 我们不会出兵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乌克兰怎么做 乌克兰不是说 呀你美国走得远远的 西方北约给远远 他是说 你们必须来帮助我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 马克龙啊 还有那个 这个德国总统啊 总统都还到那个 这个普京那边 去跟普京见面 那个时候他说 你们应该帮助我们 所以最后呢 因为乌克兰的 坚决抵抗 所以最后得到了美国 得到了德国 得到法国 所有这些国家的支持 如果当时他不是这样的 坚定去抵抗的话 乌克兰早就沦陷了 西方国家也不会帮助他 台湾情况也是一样 台湾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自己民主自由 这种生活方式的 这种决心 那么才会得到这个帮助 也才能够阻止 中共的这种侵略 如果你没有人给决心的话 他就觉得能 轻而易举拿掉你 如果你在排斥美国 排斥西方政府的话 那么他们是高兴不得了 他马上就能够吃掉你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认清 没有这 人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 逻辑的认不清的 我觉得不配上说是学者 我真正是一个糊涂蛋 是的 这个确实如此 这个台湾要加油的地方 还很多很多 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转发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